在饭局上呢 领导突然让你提一杯 讲两句 你会怎么说呢 比如领导说 小张啊 今天挺高兴的 刚好呢 李总和刘总都在 你来讲两句 一般人呢 只会说 欢迎李总 刘总远道而来 你们吃好喝好 我这个人呢 不太会讲话 我干了 你们随意 这是非常错误的 第一 这样回答呢 不仅伤了领导面子 还让两位客人呢 没有办法回话 在饭局酒桌上 领导让你讲几句 因为不会说话 搞得领导好尴尬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教你们一招 肯定管用 你在任何场合 用这样的方式说话 都很容易 获得领导的好感 所谓善于沟通的人呢 他们的沟通呢 都是有结构的 而这个结构呢 在这本书里面 表露无疑 叫做即兴演讲 因为这里面呢 所使用的 全是高情商的手法 我在读完这本书以后呢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学会了 无数种新的沟通方式 就是呢 它给了你 各式各样的 不同场景之下的 这个脚本 比如说 住酒词 在会议当中 项目进展的汇报 求职 面试 社交活动 电梯对话 等等 就是你只要是这样说 练习就好了 每一句话 慢慢的练 你就变成了一个 会说话的人 所以呢 这个一定要学会 我特别希望呢 大家都能够 把这本书买回去 认真地看一看 学会说话的技巧 提升自己的个人魅力 这样呢 才能在职场 情场 人际关系方面 游刃有余 好 MING PAO CANADA!